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由樂活坊、生活坊、博康軒協辦的 氣死腫瘤、非興分子醫學於防止細部癌症的研究進展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深圳何教授何前昏教授過來為我們註講 何教授本身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醫學成長及生物工程國家研究所的博士學學者 現在他在深圳大學的醫學部生物醫學工程學院是做一位教授的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先將時間交給何教授 有請何教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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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網站 早上5月3月19日 3月19日 那么跟炎症相关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譬如说微生物的感染 恶劣的暴露 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 免疫异常 以及在治疗过程中都会引起这样一些炎症 肿瘤自身事实上也会带来一些炎症 那么这样一些炎症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对肿瘤的发生发展 都是不利的一些因素 然后跟炎症相关的一些肿瘤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 第一个是我们非常常见 这个显示可能不是太清楚 肝癌 很多种肝癌 大部分肝癌都是跟炎症相关的 它是一个炎症相关的一个缓慢的一个进程 首先肝癌 是很多人不同程度上都有肝癌 然后肝癌发展 它会导致肝纤维化 进一步会导致肝硬化 最后很有可能就会演变成肝癌 再一个例子就是胃癌 胃炎也是特别普遍的一个情况 这个跟人的生活饮食 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长期的胃炎会经常会导致胃溃疡 长期的胃溃疡 时间长了以后 有很大程度上都会演变为胃癌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跟我们二场生活密切相关的 就是呼吸道的就是说肺癌 不管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的污染 大量的粉尘 还包括一些沉肺的这个职业病 因为吸入了大量的粉尘 导致长期的一些颗粒物在肺中间 不能被及时的代谢掉 就会导致一些炎症 长期的炎症就会引起一些线化 结结 最后癌变 说说这些典型的例子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长期的炎症 最后都容易导致癌变 有一个统计是这样的 就是对男性同胞而言 这个肺癌的比例 占了大概21% 是最高的 其实就是一些 肠胃道的一些癌症 对女同胞而言 说这个乳腺癌以外 排第二的就是肺癌 可以看出来 这个肺癌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癌症 都是跟这个炎症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对癌症来说 如何去治疗它呢 有一些常规的一些手段 也就叫做这个 癌症治疗的三板斧 首先可能最最常用的 先手术切一刀 对吧 能切干净的最好了 对吧 切不干净的 容易复发呀 转移呀 那就非常常见的 那就更麻烦 除了这个手术以外呢 还可以放疗或者化疗 这是最常规的三种手段 那么 不管是放疗还是化疗 这种一些手段呢 它是没有选择性的 它对癌细胞有差强的作用 同时对正常细胞 正常组织 也有很强的破坏作用 所以说 很多癌症病人 在治疗的过程中间 身体状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就是说 不是说这些种疗 而是说杀死这些种疗之前呢 人先被干掉了 所以说 这就体现在 常规的治疗手段 它的毒副作用太大 导致我们这些癌症病人呢 它的生活质量非常低 而且呢 往往有一些治疗 比如说化疗放疗 而介入以后呢 还非常容易激发 这个癌细胞的 耐药啊 转移啊 导致呢 这个 种疗治疗变得更为复杂 难度 加大 那么事实上在这些治疗过程中间呢 经常会引起一些验证 因为毒副作用带来的验证 所以说 呃 在这些 治疗的过程中间呢 经常会加入一些消炎类的一些 治疗方法 来增强这个治疗的效果 或者说呢 进行一些营养的补充 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来增强这个治疗的效果 但是往往因为这些毒副作用导致 癌症病人 他自身的这样一个营养吸收的这个能力的下降 啊 比如说很多癌症病人 呃 吃了化肴药物以后 或者放掉以后 他这个肠胃道的这个系统被破坏了 所以他胃口很不好 啊 所以说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 是变得很糟糕 最后导致自身的这样一个抵抗力下降 啊 没办法 有很大的精力抵抗这个癌症 这是常规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除了这个肿瘤治疗以外呢 肿瘤的防 防治 防与治结合 防事实上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肿瘤的发展 它事实上 是一个很长的时机 虽然说 大家现在发现很多肿瘤 病人一旦发现有癌症以后 大部分都是中晚期的癌症了 对吧 发现的就很晚了 然后给予治疗的这样一个时机 事实上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所以说治疗的这样一个效率呢 是大大的折扣 但事实上 这个肿瘤 在我们发现之前呢 它事实上经常的一个 经过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萌发期 大多数肿瘤 它的萌发期可能都有十几年 二十几年 如此长的时间 事实上给了我们很大一个 治疗的一个防治的一个窗口 那我们就要把握这样一个窗口 如何来提高这个防 事实上现在的这个防呢 难度还挺大的 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一个微小肿瘤的 一个早期的一个检测 这对于我们如今的现今的一些技术呢 还是达不到这么高精尖的一个要求 而且呢 没有相应的一些明确的指南 说怎么样去找些诊断 这是一个空白 那么现在 如何去防呢 提的比较多了 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提高自身的抵抗力 来尽量的避免患癌的风险 最早使用气体分子用来治病的 是这个燕化蛋 燕化蛋呢 它在1998年 因为发现燕化蛋 人治病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这是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被称为明星分子 寄与了非常大的期望 就是因为它 这个燕化蛋呢 是在这个心血管疾病啊 炎症相关一些疾病啊 包括癌症方面呢 都有非常好的一些疗效 但是现在过去了30多年了 依然很难在临床上 大规模的应用 是因为这个一个气体呢 它是一个毒性的气体 很难被医生所接受 很难被广泛的应用 再后来呢 大家发现一种气体 叫氢气 发现呢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跟这样一个 一样化蛋这样一些气体呢 在炎症相关的一些疾病方面 同样有效 非常有效 同时最关键的呢 它更安全 因为氢气 它不是毒气 所以说它更安全 那么事实上 来判断一个药物 在临床上的应用 安全和有效 两个最重要的标准 如果这两个标准 同时能满足 它就很有可能 在临床上获得应用 因此呢 有一个科学家 他是卡罗尼斯坎医学院的一个教授 曹一海教授 卡罗尼斯坎医学院 我简单介绍一下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医学院 然后呢 他是诺贝尔医学奖的推荐和评审单位 所说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 那么曹教授呢 就在这个机构里面 也是一个欧洲科学院的院士 他对我们这个亲戚呢 他的这个一个资料呢 非常非常感兴趣 非常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他觉得可能亲戚呢 今后如果能够被广泛应用的话 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那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呢 就是代表了这样一个治疗方法 或者是治疗药物呢 是可以造福于大众人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是想讲一讲这个癌症 那么亲戚呢 在抗癌方面有什么作用呢 它的基本的机制是什么呢 要搞清楚它的机制的话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癌症 它是怎么回事的 癌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效应呢 叫Orbit bug效应 这个效应呢 就是因为这个体内的癌细胞呢 大量的繁殖 大量的扩张 大量的消耗营养物质 导致它有一种效应 就是它的能量水平呢 是高不了大的 ATP水平呢 是非常高的 线的仅能量代谢 是非常活跃的 就导致一些 营养物质或者养的一些过度的消耗 导致发痒 然后呢 会产生一些代谢性的产物呢 它的含量就会很高 比如说乳酸 比如说酸用水 等等一些养殖油肌 因为乳酸的升高呢 这个肿瘤微环境 这样的皮脊 它是弱酸性的 大概6.5到6.8 正常 人体正常是弱减性的 7.2到7.4 对吧 然后呢 酸用水的水平也是过度升高的 因为酸用水呢 是这样一个代谢的中间产物 所以说 抗癌 那么就有一些 对应的一些抗癌的策略 比如说我们可以医治 肿瘤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 或者说破坏它的微环境 肿瘤的微环境 比如说 它里面的双氧水牙腔脚制律机的水平呢 我们把它升高或者降低 都会打破它的这样一个平衡 诱导癌细胞的掉亡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改变 这个肿瘤微环境的撇血值 它是成弱酸性的嘛 如果我们把它挑回弱减性 它这个肿瘤微环境不存在以后 肿瘤也会消亡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一些策略 这里面呢 我们觉得非常有用的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氢气在里面呢 它是一个还原剂 它可以打破这样一个双氧水 过度表达的这样一个环境 把这个酸氧水的过度表达再把它调回来 从而破坏这个肿瘤微环境 促进这个肿瘤细胞的掉亡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就是说 这样一些新的产品 那么它的新的抗癌的 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它的来历是怎么样的 它为什么可以抗癌呢 事实上是在1975年30场 是这个国际最顶尖的一个杂志 发表篇文章呢 发现这个高药的氢气 对这个皮肤癌有很好的一个移植作用 但是这个工作发表以后呢 有很长时间呢 都是处于一个成绩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高药的氢气呢 不方便使用 有爆炸的威胁 直到2007年呢 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呢 在Nature Medicine上面呢 发表篇文章 阐述了这个氢气 它抗癌或者抗炎的这样一个机制呢 是我刚才讲的 选择性抗炎化的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说 自从2007年以后呢 这个氢相关的研究呢 呈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态势 特别是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2018年呢 我们取得一项突破性的进展 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面 然后我们主要是开发了一类 纳米放轻的一个药物呢 实现了这样一个肿瘤的 靶向的一个治疗 而且呢提出了一种 全新的抗炎的方法 我们把它称之为 清热疗法 就是清气加热疗 联合抗肿瘤 不仅可以提高热疗的治疗效果 同时呢 还可以降低热疗带来的损伤 副作用 首先讲这个氢分子 它可以控制癌症 那么最早的这样一个文献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1975年 科学杂志上报道的这样一个 清气能够控制皮肤癌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是使用了八个大气压的清气 来高效地给清 然后呢连续治疗了十天 那么呢 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这个 当然我这里没有显示具体的结果 就是摆出了一些主要的结论 就是这样一些 有的这样一些肿瘤呢 出现消失 大部分都得到了移植 甚至有一些消失了 而且呢 这样一个小鼠的这样一个状态呢 非常的好 非常的 生活呢 保持的就是说 身体状况的比较好 这也表现了 表现出这个清气的一个安全性 除了这个皮肤癌呢 细清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喝清水的方式 来控制这个直肠癌的小鼠的肿瘤的生长 然后这是一个喝牛鼠的一个对照 以及治疗组的一个对比 这是把这个肿瘤解剖出来以后 进行一个观测 以及它的沉重 可以发现呢 与这个空空白对照组相比呢 喝了清水的这个治疗组呢 这个肿瘤的体积的质量呢 都有明显的一个下降 当然这是使用的这个负清水呢 是跟老鼠是自由饮用的 然后呢 早中晚呢 都会换一次负清水 这也是相应的一些 治疗的结果 这里面呢 也有一个对照组呢 是使用在顺博的一个放化疗药物 它的效果是确实很明显 但是它的毒副作用特别的强 那清气呢 也有一些控制效果 但是它的毒副作用特别的弱 这里面呢 我们是使用了60%的清气呢 每天让它吸两个小时 连续呢 吸一个月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效果 前面呢 讲的一些 都是一些小数的一些事业 这里面呢 讲清分子控制癌症呢 有一个最近的人体的 大规模的人体的一个事业 发现这个喝清水呀 能够对这个结肠病 结肠癌的这个病人呢 它的免疫力 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作用 这个人体里面呢 这个免疫指标呢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是免疫吸标的表达呀 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 就是肿瘤病人 得到控制的这样一个 肿瘤病人的这样一个寿命呢 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延长 这个人体实验呢 就充分地表明了 我们这个清分子 不仅自身可以控制癌症 它还可以通过 调动人体的免疫系统 来控制癌症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人体的一个实验 那么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免疫了 那我们呢 也想简单地给大家科普一下 那么 癌症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这个免疫系统呢 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 它涉及到人体的各个部位 包括肿瘤部位 但是 免疫细胞进入肿瘤这个微环境以后呢 它实际上是丧失了 它自身应有的免疫作用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个肿瘤细胞 跟我们这些免疫细胞 比如说T细胞 表面呢 有一个抗炎 抗体的这样一个配合作用 比如说 比如说 PD-1 PD-O1 它有一个配合作用 导致呢 这样一个T细胞呢 免疫受到的移植 无法发挥它的正常作用 那么常规的 使用免疫治疗的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手把它打断 对吧 介入一个 一个配体进去 把这个手打断以后呢 这个免疫细胞就可以被激活 从而呢 这个免疫细胞呢 就可以直接的去攻击这个 癌细胞了 原位的攻击这个癌细胞 最后呢 治疗这个肿瘤 这是 现在讲这个免疫治疗 它发挥的 它的免疫功能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么跟我们常规的 这样一些 PD-1的这样一个药物相比呢 我们这个亲戚 它非常的廉价 大家知道 做免疫治疗的知道 非常的昂贵 而且还有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虽然说副作用可能比 放化料要小一点 但是还是有副作用的 然后我们这个亲戚呢 很廉价 也有增强抵抗力的 这样一个作用 事实上类似于 免疫治疗的这样一些效果 除了亲分子 除了自身可以控制癌症以外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地方在于 它可以协助我们 常规的一些治疗手段 来提高它的效果 同时还可以降低 它们的毒副作用 那么减毒是非常关键的 对我们常规的放疗 或者化疗而言呢 带来的毒副作用 这个是非常致命的 那么实现它们的减毒 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 这里面呢 我也想讲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吸入亲戚呢 可以减少放疗 对肺的一个损伤 这就是有一些科学家 去做了这样一些实验 比如说直接 对这个肺细胞进行放疗的话 可以非常明显的 会杀死这样一些肺 肺的一些细胞 但是我们加了亲戚以后呢 可以明显减少这个放疗 对肺细胞的一个损伤 包括 这个放疗 对腺里体的一个损伤 然后亲戚呢 能够 增强这个腺里体的功能的恢复 除了放疗以外呢 化疗也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顺博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化疗药物 它的一个毒副作用呢 最重要的毒副作用呢 是体现在这个一个肾脏的部性 因为肾脏它是以代谢顺博这样一个药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对肾的一个损伤是非常直接的 可以看到这是顺博对这个肾的一个损伤 造成一些空泡化以及细胞的凋光 这一组呢就是我们吸入了氢气以后 然后这样一个肺组织的 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恢复 这里面呢是吸入了一个比较高的500毫升每分钟的这样一个氢气 每天呢吸入一个小时 间歇性呢还有一些腹清水 除了顺博以外呢 还有一种阿美术的这样一个化疗药物也是非常常见的 然后它的毒副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心肌肝脏以及骨髓的一个损伤 这个可以看得到阿美术药物呢 对这个心肌细胞 心肌呢产生一些紊乱 甚至有一些纤维化 但是这个清水呢 可以把这个心肌把它调回去 这下面呢就是一个肝脏组织的一个切片 也可以看得到清洗一个 对肝脏组织的一个保护作用 然后这里面呢 使用了呢 就是又有一种不同的方式了 使用这样一个注射含清盐水的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这样一个方式呢 就像类似于我们打钓瓶一样呢 往钓瓶里面加入了清洗溶解清洗 这样呢来给药 也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减毒的作用 减毒呢最后还想讲一个例子呢 就是关于病人方面的更直接 更有效的 更有利的一个证据 就是喝清水 对肝癌 肝癌病人的 进行放射治疗以后的生活质量的一个提升 那么有两块最核心的数据 也是评判治疗方法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打分 再就是毒负反应的症状的一个打分 因为癌症病人不仅要控制癌症 最核心的要以人为本 要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寿命 这样才有意义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喝了喝清水以后呢 这两组的数据的差异性非常的明显 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那么对于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负反应呢 大部分负反应呢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些改善 而且呢这个研究呢 这个临床研究呢实际了49例的这样一个病 还是比较大量的一个研究 然后喝的是大概1.2个ppm的负清水 每天喝两声 然后呢持续呢喝了一个半月 就达到了如此之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实际上我们这个市面上的这样很多这个负清水的这个产品 都可以完全可以做到1.2个ppm的轻的含量 轻分子可以控制癌症 同时呢还可以减少常规治疗方法带来的一些不副作用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 我还想讲一讲这个轻分子呢 它在预防癌症方面也有一些作用 特别是对于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与长期炎症相关的一些癌症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有一个介入窗口 进行一些防治性的工作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吸入清气呢 可以预防这个慢组费 这个慢组费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慢组费的这样一个例子 可以看到慢组费呢 会导致这个肺部的纤维化 以及这样一个 这个肺泡壁的增后 吸入清气以后呢 可以非常明显的减少这个肺的纤维化 也就是因为清气就有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 除了这个慢组费呢 还对这个PH2.5的这样一些颗粒 就有一个促进消除的一个作用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环境污染很严重 这个 香港还好啊 在大陆最近一两个星期 这个雾霾非常的严重 大量的这个PH2.5 我觉得都可能都不止PH2.5了 严重超标 这样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下面呢 人体吸入了大量的这样一些颗粒 如果长期的吸入得不到及时的清除 就会产生严重 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患癌 那么有这样一个研究呢 最近有这样一个研究呢 就发现 就模拟这样一个PH2.5的这样一个环境呢 可以发现 这个是空白对照组呢 这个是这样的 很漂亮 但是加了这个碳克力 吸入碳克力以后呢 大量的碳克力在这个肺部 沉积下来了 得不到及时的清除 然后还有一些对照组呢 是喝了一些纯净水 不含氢气的纯净水 没有明显的影响 但是 喝了这个浮清水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 明显这个肺部呢 变得红润了 这里面的一些碳克力呢 明显 数量明显减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喝了浮清水以后呢 能够加速这个碳克力 从肺部的一个排泄 一个清除的一个作用 如果得不到一个及时的清除呢 这个碳克力就会在这个肺部呢 形成纤维化的结结 长期的这样一个炎症 这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能够及时的清除呢 这个炎症呢 就会大大的减弱 减少患病的这个风险 此外呢 还有对这个肝炎肝硬化肝癌 也有些控制的一些作用 因为这也是 并研制密切相关的一个 缓乱的一个进程 这就是有些科学家做的 这样一个对防止 预防肝硬化的这样一个实验 可以看到这是对照组 这个随着实境的延长呢 这个肝硬化的现象呢 是越来越密切 但是喝了这个浮清水以后呢 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改善 一致能生肝硬化 而事实上肝硬化 是跟非常多的一些因素相关的 比如说酒精肝 因为长期的饮酒 大量的饮酒 导致酒精肝 或者是脂肪肝 摄入的脂肪含量过高 导致脂肪肝 以及病毒性的肝炎 他们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肝的炎症 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纤维化硬化 那我们清水呢 在里面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一个作用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肝炎 控制肝炎化 而进一步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样一个肝癌呢 也有人做了模型 发现了也有一定程度上面的一个削弱 改善人的心情 抗焦虑 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然后在我们国家呢 在第二军医大学的蒋村里教授 以及孙学院教授呢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是非常权威的专家 他们发现做了一些临床性的实验 发现 连续喝这个附近水啊 可以抗焦虑 为什么这样讲呢 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如果人长期属于一个高腰的状态 精神很紧张 很焦虑很抑郁 这样呢 人体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氧化应激 长期的属于一个氧化应激 那么这样一些氧化应激 导致的一些颜测水平的一些升高 而如果喝了负清水或者吸的清气以后呢 他就会对抗这些颜测 对抗氧化应激 从而呢 减少人体的一些情绪上的不良的影响 最后呢 我还想更多的讲一讲一些临床的例子 前面我们事实上讲了一些临床的例子 对吧 我们讲这个清水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对吧 讲了我们有五十几例这样一个病人 都可以提高他的免疫力 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例子 事实上 都可以在临床上呢 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比如说 除了癌症以外呢 中风啊 神经推行疾病啊 皮肤病 特别是皮肤病啊 运动损伤啊 等等 都有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接下来我想讲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用这个泡清水的方式 来缓解阴瀉病 事实上有很多皮肤病 那么阴瀉病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啊 这里面呢 是华山医院 医院啊 皮肤科 在皮肤科这一块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医院 然后他们做了四十几例的这样一个例子 啊 用一个PPM的清水 每周呢 泡两次 每次呢 十五到十到十五分钟 一共呢 泡了两个月 可以发现 啊 这是泡之前的 这是泡之后的 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果 啊 当然 呃 泡清水呢 是跟我们常规的治疗方法 它是不排斥的 它是起了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啊 并不说我常规的我就不不不涂药不吃药了啊 啊 并不是这样的 只不说我们泡了清水以后呢 它这个效果会变得更好 嗯 啊 这个皮肤病呢 现在还没有一种 呃 万能的药物说一定可以治得好 跟 没办法更治 但 我们如果可以缓解也是非常好的嘛 对不对 因为泡澡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大家经常都会洗澡对不对 啊 各个一两天都会洗一次澡 这样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能够控制啊 也非常好 啊 除了皮肤病呢 还对一些呃 反流性的死罐炎 它也是一种炎症 炎症 那么喝腹清水呢 也个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啊 这都是临床数据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想讲 一两个呢 呃 呃 我们 跟踪了一些真实的案例 比较典型的案例 讲给大家来 呃 跟大家分享 呃 呃 第一个呢 是我们46岁的在张先生 呃 呃 他是肺癌的全身转移 呃 他在14年的时候呢 就被确诊为 呃小细胞的肺癌的晚期 啊 确诊的同时呢 就发现已经全身的骨转移了 啊 就已经是晚期病人了 呃 效果还不错啊 啊 以为就啊 应该没事了 但是很不幸啊 啊 在18年的时候呢 病情得到了反复 而且 再去检查的时候呢 已经是肝和脑的全身性的转移了 啊 甚至呢 有几次都被送入ICU了 啊 都被医生就是说 哎 差不多就相反结束了 非常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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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在十月份的时候 他还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从网上 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呢 呃 确实这个东西还是有可能有效 然后呢 就去找朋友 呃 去弄了一台亲戚机 啊 然后洗 每天洗两个小时 呃 呃 他一洗觉得这个 哎 精力变好了 精神变好了 这个东西可能有效 啊 然后他就去做了这样一些 呃 检测 一些对比 比如说这个是 七星前的 啊 啊 125 230多 CEA30多 啊 这也是一些 啊 癌症相关的一些指标啊 比如说呃 胚胎抗炎呢 啊 啊 这个指标都非常的高 CEA15 他的正常指标是0到40 啊 CEA的正常指标是0到5 可以看到 这都是几十倍的一个增加 啊 也说明他这个病情非常的严重 啊 吸了清 呃 吸了半个月以后呢 哎 他自身的这感觉就很好了 因为他食欲提高了 啊 如果对癌症病人有这样一个反应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兆头 因为你提高食欲 自身的抵抗力就肯定会加强 啊 而且他还增重了5公斤 静力非常的好 哎 去医院一测 哎 这两个指标区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 你跟他自身的一个体验呢 是非常对应的 啊 因此呢 他这个信心就很足了 然后接着呢 又吸了一个一个月去检测这个指标呢 啊 就基本上接近于正常属于呢 这个CEA155达到41了 正常值是0到40 啊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一个效果 啊 啊 这就是他的一些检测的报告 那我就不细讲 啊 这个病呢 我们是实时的跟踪去水访的 我们12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亲自去成都 因为这个病人在成都 然后去拜访了他一趟 哎 发现这个第一次见到这个病人 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啊 第一次见到呢 他去呃 车站去接我们 金属状态非常的好 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这种牛逼人 他他的这个金属状态甚至比正常 他的水平都还好 因为他都不睡午觉的 然后他非常的活跃 我感到非常的诧异 我还没见过哪个晚期的肿瘤病人 还还经历这么好的 非常的神奇 然后呢 这个呢 后面就是一些CT的更更直接 更有效的一些数据了啊 去检测 然后他是这样的 是8月份呢 是检测一次呢 10月份检测 他会跟前面一次的数据进行对比啊 这都是没有细清的 细清之前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没有细清之前 他跟前两个月的数据比呢 没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出现了肝的 肾的 胆的 胆囊的 骨的 多出的 大量的一些 非常好的一个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细清以后的 12月份的数据啊 去跟我们前面 两个月之前 没有细清的数据 进行一个对比啊 实际数据发现 这个肺部的 这个多出的病灶呢 数量明显的减少了 而且呢 病灶的大小呢 明显的缩小了 不仅是数量上 而且从体积上 都得到了 非常好的一个 控制 肝上面的 这样一个 病灶呢 也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减少 而且胸腔肌液呢 也减少了 这说明 确实是在这 全身性的转移这一块呢 控制 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接下来我想简单的讲一讲 我们说它安全有效 那怎么样去体现 首先 为什么说这个清气安全呢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一些 直接证据 第一个呢 清气早期它是用来 作为一个潜水器器的 一个添加剂来用的 那个潜水 潜水员 它带着那个氧气瓶 它要潜到海底很深的深度 因为高压的这个原因呢 会导致这个潜水员的脑部 受到损伤 那么添加清气有什么用呢 就可以保护脑部 减少脑部的脑损伤 这是它一个最早 被应用于人体的 第二个呢 清气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 内缘性的气体 就是说 这个清气在人体中 中间它是有产生的 特别是在 呃 长部的这样一个 细菌环境 它是 可以被细菌所产生的 而且呢 还可能会被另外一些细菌所利用的 一个中间的一个产物 人体呢 也会排放 少量的清气出来 所以说它是人体自身的一个东西 就像维生素一样 人体必不缺少 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清气呢 实际上 不管是欧盟还是中国 已经把它作为一个食品添加剂来用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 加在这个食品里面 进行实用 特别是呢 我们这个 呃 国内的克林公司呢 它起少了一个 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标准 获得了这样一个认可 就是作为一个食品添加剂来用 这样一个吸氢机 它是产生清气的这样一个机器 它事实上现在已经被列入 呃 临床器械了 在日本最早被应用的 啊 在日本呢 他们把这个归类为B类的 临床器械呢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二类医疗器械 二类医疗器械呢 在日本呢 它是作为一个 心脏骤停病人的一个急救措施 啊 啊 所以说它事实上是 在我们国内呢 呃 这里面我忘了放一些信息 是在我们国内呢 有很多医院 已经 把这个吸氢机呢 啊 采纳过去 再进行一些临床相关的一些研究 啊 相信中国的不久的将来呢 也会把它作为一个临床器械来 广泛的应用 所以说大家看 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看 它的安全性 事实上都是可能 呃 这个证据是非常充足的 啊 啊 第二个是有效性 那么有效性呢 它最主要体现在一些 炎症相关的一些疾病啊 啊 很多种疾病都有一些 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效果 啊 那它主要的原理呢 就是清晰的还原性 或者是 说叫选择性抗氧化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还原性呢 跟我们常规的一些还原性的药物 比如说维生素C 它的作用原理是不太一样的 维生素C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还原剂 它没有选择性 它是 它会一味的消除核心氧物种 对吧 如果 维生素C 它是一次多了 也不行 打破了这样人体的这样一个 氧化还原平衡呢 也是不好了 也会 也会得病 但是清晰不太一样 它的还原性就是选择性 啊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论据呢 就是2007年的那些 Medicine上 一个工作呢 系统的阐述 清晰的选择性抗氧化 选择性还原性 这样一个特点 那怎么样选择性呢 它是对这个体内的一些 高毒性的 高氧化性的自有机 具有清除作用 啊 比如说枪击自有机 跟氢气反应以后呢 就产生水了 啊 但是对于一些有用的 低氧化性的一些自有机呢 它是不太反应的 啊 所以说 提前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 它安全 因为选择性抗氧化的这个作用呢 安全 第二个呢 它可以消除这些 高毒性的自有机 来起到对抗炎症的一些作用 除了呢 对于一些广 广广的这些炎症相关的一些疾病呢 都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